杭州成为继北京广州后 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 2023年9月23日晚 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 在浙江杭州奥迪中心体育场 公众开幕 来自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教育员 技术官员欢聚一堂 他们看见的是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国风亚运上 国风少年踏墨而舞 前唐朝永中 弄朝儿乘着风帆汇入朝流 携手同行里 白鹿精灵遨游星海 艺术与技术交融 让人感叹亚洲同爱同在的魅力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 来到唐州奥迪中心体育场上 风从东方来 潮起亚细亚 全亚洲爱好体育 崇尊和平的人们 一起构筑共同的梦想 为美好未来放声歌唱 歌美其美 每每与共的亚洲画卷 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我们看学习以为只是一种特色 我没有想到是真的会出现在屏幕上 每个节目都有鲜明的特色 我觉得非常棒 BEC has been excellent and the Chinese high tech has gone again way beyond my expectation Beautiful country Beautiful city Campitation number one It was super nice once we entered inside I mean I was living a dream 杭州亚乐会备受瞩目 开幕式更是引发 国内外主流媒体 持续高度关注 大家纷纷点赞 开幕式精彩分成 在杭州 大家欢迎迎收看 亚洲的最大的游戏 在杭州亚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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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推混至 杭州亚樂会 很多外型 会行民ля 会计划 expres 从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它是美丽的歌 我认为, 这个歌 它是性格的, 它不是声音的, 它不是声音的, 它是很有趣的, 它是艺术的, 它是非常非常好看, 看到它是这样的美丽的歌曲 开幕式经验世界的背后 是漫长而不为人知的孕育过程 数万人一千多个拼搏奋斗的日日夜夜 化为一百分钟无与伦比的精彩 大莲花的绽放 从此成为最异式杭州的全新助角 也成为这座城市永远定格的盛大节力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孕育 早在2020年上半年就开始启动了 2020年7月25日 在杭州西子湖畔的香格里拉饭店 举行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创业文案阐述会 专家评委组对六支团队的阐述方案 进行了讨论和点评 这个评论要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些基本要求 能够用一种非常独具用的别样精彩这样的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叫文化杭州文化 欢迎大家来到杭州二零二年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新闻发布会 欢迎我们的制作天团登场 2021年7月20日 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发布会现场 沙小兰 陆川等核心主创团队首次正式登台亮相 有请亚组委副秘书长杭州市副市长陈蔚强上台 为主创团队颁发聘书 在我们的开闭幕式导演团队的架构里面 双导演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也希望一加一大与二 沙小兰导演在业内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在很多大型的演出当中 都是荡荡的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他的灯光 制作 舞眉 各方面 他对很强的实力 那么陆川导演是个电影导演 一些作品也是在国内卫受到官方的好评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 也是希望在我们的开闭幕式各个环节 不仅是呈现舞台的效果 也希望把电影的一些元素 电影的语言能够表达出来 什么是杭州特质 怎样表达亚运会精神 如何体现亚洲一家 朱创团队第一时间展开调研 克服疫情影响 和杭州亚组委一起 对亚运会开闭幕式方案进行创业讨论 由于杭州亚运会原定于2022年中秋佳节开幕 朱创团队一直都围绕着 月应亚洲这个主题反复打磨论证 我觉得你这个月亮怎么下功夫都不过 一甩甩出一笔山水 桥就在山水之间了 桥家月现在点了杭州的柔美 一下点出了 半年时间过后 经过十几轮讨论 主创团队将月应亚洲开幕式方案 正式向杭州亚组委汇报 但大家并不十分满意 整队的官员计算下来 一个月一个水 这两个东西 一个水的表达 现在看来还不是很充分 我们主创团队一直还不太满意 我们正在找由意识到终的 这么一个无门语言 贯成到这 大大小小的会来 开了三百次 反复地打磨 反复地认证 为老亚运会的开幕式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魂 把我们的价值观 把我们所想表达的 向亚洲 向世界 进行传播 就在杭州亚运会紧张筹备时 2022年2月4日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一片小小的雪花 惊艳了世界 如何向北京冬奥会看齐 如何体现简约 安全 精彩的办赛要求 如何更好地创业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又成为主创团队面前 巨大的挑战 学习了冬奥会的开幕式 那么进行了一个 这个撰稿意向框架的 一个整理 我们要学习北京冬奥会 它那个景约各方面非常好 有创新点很多 但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东西 在表演的现场能用影像尽量少用食物 一个是代价的问题 第二个到时候转场时间的问题 你储存还要有空间呢 我这个武门 我刨去所有那些 咱们说现在把传言剪法 房源要剪 不然把那些东西服务人都抹去 我从零开始 一轮明月如何媲美一片雪花 主创团队不停在做减法 想用最轻盈的方式 实践简约 安全 精彩的目标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19号宣布 原定于今年9月10号至25号举行的 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将于2023年9月23号至10月8号举行 2022年5月 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方案 刚刚初步通过评审 然而受疫情影响 杭州亚运会决定延期 从2022年的中秋之约 变成了2023年的秋分之诺 改变的不仅仅是时间 原有的运营亚洲创意 也不再适用 接下来怎么办 这种焦虑首先来自于选择 因为杭州亚运会这个主题 它太大 太包容了 在大大小小的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定制否定 也是螺旋式的三十 往往是一个创意 讨论出来以后 来承行 来落地 后来又反复讨论的时候 又把它否定了 在有限的50多分钟里 去呈现给全世界 这就是一个叫选择性交流 再一次被打回到原点 总导演兼总制作人 沙小兰并不起美 又是十几次讨论之后 最终放弃了月的意象 选择了水的元素 在他看来 杭州这座如水一般的城市 既有乾塘江的澎湃 又有大运河的融通 还有西湖的温婉 东海的包容 以及西西的棋居 水最能体现湿化江南 活力浙江的行李神 和亚运会那种 奔进向前的精神 最天合 水这个 在我们整个开幕式当中 起到一个核心的 一个关键作用 就像一个项链一样的 它需要一个魂 在里面做窜点 从我们倒计时开始的水 到中边的前江大潮的水 到我们绿水青山的水 始终把水作为我们一个串联因素 把整个三个篇章串联在一块 著名的乾塘江大潮 象征着水与月相呼应的人间澎湃美丽 亚洲大江大的汇聚 孕育了多元共生的古老文明 构建了人类最早的命运共同体 通过几个月讨论后 主创团队决定用朝起亚西亚 来更新月议亚洲的意向 作为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 开幕式全新主题 并在开闭幕式文案修改 专项工作组的指导下 进一步深化完善 开幕式以朝为体验 通过国风之朝 自然之朝 科技之朝 运动之朝 对主题中的朝字进行具体诠释 那么在这个朝的四重含义中呢 我们后面跟了一个起字 这个起呢有起誓的作用 也有起承转合之意 其实就是把我们中国精神中的拼搏向上 一种新时代昂扬奋进的一种精神姿态 体现出来 朝是亚运会竹火剧创意设计的灵港 早在2021年9月29日 由灵港团队带来的朝用竹火剧创意 就在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 正好在此刻与朝其亚西亚主题相遇 临港 杭州市雕塑院院长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竹火剧设计者 在他看来 杭州亚运会的竹火剧必须体现水与火的交融 水是杭州的灵魂 但杭州呢不仅仅有柔美的西湖 同时也有汹涌的千堂江之潮 这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想把潮水的那种力量 那种刚性能够体现出来 把一种驻浪为山的那种气势能够体现出来 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再现 同时是一种精神内核的一种觉醒 十九意味着十回九远的时光 对望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十九根长短不一的潮头筑体 也象征着亚运精神历经十九届传承至今 潮涌的异象更是孕育着水的流动情感 和火的生命能量 我们如何从柔美的一面起 然后变成很刚性的 或者是很有力量的 这么一个最终形态的一种固化 我觉得其实是两种表情的一种交融跟绽放 就在主创团队反复讨论潮起亚西亚的主题同时 大风的工程师们已经用十九根钢构为核心装置 设计了仿生机械骨骼系统 烛火具骨骼采用十六段柔性分段设计 以完美的圆弧和直线变换实现潮涌特效 为了确保毫米级的精准运动 大风运用自主研发的指挥大脑控制系统 开始进入到无限次测试当中 烛火具燃料也开始论证 2021年杭州亚运会绿色行动方案中曾提出 要实施绿色能源供应在内的八大专项行动 力争实现首届碳中和亚运会 冬奥会已经实现了一个零碳排放的清气的火炬 亚运会如何真正的接棒北京冬奥 做好绿色亚运的这种杭州样板 那前期呢 我们烛火具燃料项目核心团队成员 他带来了由极力研发的绿色甲醇方案 经过数轮可行刑认证得到了专家认同 这种可再生能源 让杭州亚运会成为有史以来最绿色 最环保的国际赛事 绿色甲醇的生产工艺 通过补给工业废弃中的二氧化碳 和胶炉器中的氢气进行热催化合成 生成一吨绿色甲醇 能销纳1.375吨二氧化碳 真正由中国本土企业实现了 能源制备过程中的零碳排放 在密闭的汽车发动机内 甲醇有着稳定的能量状态 如果将它变成空气中可持续燃烧的火焰 还能够防风防雨吗 大家对此都没有太多经验 从甲醇缓冲箱出来的燃料经增压 被输送到19米高的烛火去燃烧头部 实现高压雾化后 甲醇燃料与空气混合被点燃 再通过风机气流带动雾化液滴向上运动 从而保证稳定和持续的燃烧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之城 决定着亚运会开幕式 也必将是一次科技和艺术的盛宴 我们突出数字 科技 智能与艺术相结合 努力把艺术装进技术里 以智能的表达 给观众留下一个独特的亚运记忆 如何体现数字杭州 留下独特亚运记忆 数字如何赋能火炬传递 烛火炬会以怎样的创意方式 在开幕式上点燃 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烛创团队查阅了所有的经典点火方式 经过60多稿反复推翻 用数十融合的创意形式来点火 得到大家认同 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 并且原来的单人点火这个理念 回归到体育的本体 我们这次树立的目标叫做 万中参与数字互联 就是我们希望越多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甚至于上千万上亿的人 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点火这个环节里面来 2023年6月15日上午 开幕式倒计时100天之计 神圣的亚运火种 在梁竹古城遗址公园 大漠角山宫殿区成功采集完成 与之同步 在蚂蚁集团 首次全亚洲共同参与的线上火炬传递新火相传 也同步启动 可以视频流正常 可以正式开播 支付宝端内火种盒准备 点燃 OK 每个人凭借手机都能获得亚运数字火炬手形象 亿万人可以共同将亚运圣火 传品亚洲45个国家与地区 汇聚成的每个观点 背后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创意和规模都是事物前例的 真以为杭州是数字支撑 它有这样的技术支撑 一年多来 为了保障老旧手机的用户 也能顺畅成为数字火炬手 工程师们进行了超十万次测试 敲下了二十多万行代码 那我们的想法是说 让更多的人进来之后 不光是觉得好玩 他还要可玩 就是他一看都能看懂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减法 希望是能让更多的人 能够简单直观地 知道他到底是在怎么样去传递 这种亚运的精神 锯是科技之火 散是满天繁星 那么线上的数字火炬手 如何汇聚到大莲花 让数字人从虚拟跑向现实 点燃烛火炬呢 沙晓岚找到了AR设计师 崔永江 为了让数字火炬手看上去 有力量地正在奔跑 AR团队邀请了专业的田径运动员 进行了多次动作捕捉效果测试 让数字火炬人形象更为真实 还把代表两种文化的图腾等细节 深度嵌入机体 并严格设计数字火炬人的动线 它的路线都是很科学性的 而不是说随便便的 就是我们这样的跑起来 然后我们还要计算 数字人的每一个部数 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段 能到达我们的这个亚运的场馆 然后亚运场馆之后 它如何跟真实的运动员 然后他们怎么来配合 这些都是要精确地去计算 备战亚运 一刻都不能停 受沙角兰委派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美术总设计上天堡 专程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它的任务是去寻找亚运灵感 上天堡从业二十年 曾为都部现象级综艺节目 与晚会设计舞台 今天他要探寻国风亚运的文化密码 中国的壮美的山河 包括我们中国美学的这种表现 用一种新的方式 呈现给亚洲的各国人民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以有形之险勾勒无限之水 是中国化表现水的基本手法之一 它要把水与线这两个意象 与开幕式深度融合 充分表达中国文化的雅与美 在亚运的舞台上 把中国美学的特点 重新组合出来一副 新时代的千里江山 到底比你多高 别的地方就不要再动了 十条流线化身九条赛道 这就是上天堡读出新才的赛道化江山 它用鱼骨为新的灯光流线 勾勒出国风亚运的大气 与奔进亚运的动感 伴随着它的全新创意 亚运会开幕式的整体设计 也开始进入赛道当中 卷卷西流 注入江河 汇聚成海 这就是重水归一的力量 6000平米的地平 和相当于9个iMAX荧幕的超大网幕 搭进起来 将成为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立体化视觉盛宴的重要载体 不管是舞台上面 还是大型开幕式上 你可以做得很炫很酷 但不能替代主角 美和雅是我最强的 我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做得简约而不简单 舞美成型 其他节目紧锁密鼓的筹备 越来越多的人 全都投身到开幕式中 5点钟就起来了 化妆盘头发 然后你过来猜猜今天的面试 这么多人看着我肯定会紧张啊 来 第一个 第一个 2023年5月5日 杭州第19届亚运会 开闭幕式引导员林选正式开始 来自浙江长龙航空空城队伍的400多人 参与了这次选拔 排头挺胸往前看 目视你的正前方就可以了 你们是全场的第一个形象 我们是优中选优 代表着杭州 代表着浙江 更代表着中国 我叫阮景文 来自浙江长龙舟 谢谢 压运会在自己家门口办 如果说自己也能为压运会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是很好的 这不是光荣吗对吧 全世界都看我 去压运会举牌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而且以后也会是我日路上的 一道很精彩的历程 各位向左转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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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面试通过的人员一共有22名 首先第一个孙亦菲 张嘉文 方宁 经过三次严格临选 长龙航空63名空城 入选开幕式引导员团队 每一个人都是奔涌入海的一滴水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群演临选 同步大规模开展 在杭州十所高校 专业院团与社会机构中全面推进 总计有一万六千多人参加 一 二 三 四 二 一 下运会在你的一生中 可能也只有这一次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 一 二 三 四 他们的向往 他们的激情热情和精神面貌 也是为我们亚运会的成功注入了力量 这一次我们亚运会没有邀请任何的明星大腕 参演人员基本上都是从本地高校院团 特别是从大学生当中选出来的 他们是开幕式舞台上最可爱的人 到未来 向前奔跑不放弃 直到未来 你们把最灿烂的笑容 最好的舞姿 写给全世界 为要于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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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护亚运全力赴 护亚运会做什么 群演临选过后 各个学校纷纷举行实施大会 那种亚运有我的氛围 也吸引着杭州普通市民 欣欣相容的云集响应 大家也有一个期待 能否有一首像当年亚洲雄风那样的歌曲 被万人传唱 2023年8月 杭州亚组委在寻找了三年之后 《同爱同在》从三千多个作品中脱颖而出 入选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主题歌曲 运动又激昂 又有人情 我觉得一个音乐人的愿望就是 你能传达一些很真的情感 第一个就是与这份大爱同在 我们亚洲一家亲 第二个同同样去热爱亚运 热爱运动 热爱体育精神 来自浙江音乐学院流行系的 蔡燕培 潘子伦 冯辰 王嘉恒 四位大男孩 从临选中胜出 作为领唱即将站上开幕式的舞台 和全场演员呈现这首主题曲 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 那一刻也是就是充满力量 一开始进棚很紧张 然后我唱的就是有点发抖 然后詹艳江老师让我想象 《五谷四海唯一家》 这个画面既灰猴才温暖 保持一个你最阳光的最好的状态 让大家看到我们温暖的一面 而且又富有力量的一面 那就这样互相加油 孤人心振奋一点 让导演们看到我们 每次都是在尽全力的 我们同拥有一个家 你和我同住亚西亚 当全场共唱这首亚运会主题歌之时 整座体育场都化作一片欢乐的海人 亚洲各地的山川 景观 面孔 依次浮现 共同构成了一幅各美其美 美美美与共的亚洲画卷 每次每一刻 朝起亚西亚 实际上里面很重要 就是和和文化 带来人类新的希望 文明的融合 亚运会的开封面 实际上它也充分体现了一种 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 我们绝对不仅仅是 只站在杭州来做这件事 是站在一种世界夸张的高度上 来思考这个样子 不能开封面 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种 演技与胸困 朝起亚西亚 我们是一家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 河河之力让我们聚西成河 一路奔行 汇入大海 每个人都是弄潮儿 中国与亚洲交融激荡 拥抱世界之潮 我们在一起 就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 同呼吸 同感受 同想 同爱 同在 同分享 让世界 接着每一刻 生命温暖 生命力量激发 一场亚运会 拥有上万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烛火炬塔能否顺利点燃 小心 小心 灭掉 灭掉 双人三弟威亚怎样自由飞翔 跟着那个惯性 原来的惯性 跟着像自己平板一样这样过来 反重力装置为何意外退出 国风亚运如何一笔留白 国风亚运如何一笔留白 更多幕后精彩内容 请关注明天播出的 绽放第二集 含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